我先問你 有沒有 有沒有 是沒有 你再把那個21條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是在講案底還是在講什麼 曾經有 有曾經兩個字嗎 你把那個條例再唸出來一遍好不好 抱歉 有這個 有被判刑過的 那個條例是這樣寫嗎 不好意思因為我現在沒有條例在身上 那你沒有條例你這樣子問 是不是有點失禮啊 那 因為那個 羅承宗先生他曾經違反住宿權法 有被判刑六個月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兩個層次 我現在問你條例有沒有曾經說 一個人在11年前曾經 一個住宿權案子曾經被判刑過 就不能擔任委員 或者要被解職有沒有 我先問你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先先去沒有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層次問題 我認為11年前一個住宿權正義的案件 不會構成他不適任這個專任委員的理由 這樣OK嗎 這個問題已經在回答了不曉得第幾遍 好不好 剛才看到你動怒的樣子 我們很擔心你將來超人獨立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您如何維持超人獨立 退出你的民進黨黨籍 這第二點是 未來那個 有關民進黨的資產 現在五千多萬 這一部分將來是列為什麼 是優先順序呢 還是最後一個程序 你剛剛說我動怒就不能夠維持超人獨立 這兩個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你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超人獨立跟動怒的關聯是什麼 我只是擔心而已 你只是擔心 感謝你的擔心好不好 什麼時候 主委退出民進黨或者是停止黨權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 要退出政黨活動 是不是需要退出政黨 你覺得呢 我聽不懂 下一個問題吧 好吧